6月11日 江苏高邮一驾驶员驾车连续冲撞多人 据吉姆新闻报道 12日凌晨 记者从当地公安部门了解到 肇事者已经被控制 网友发布的视频及照片显示有多人躺在路边 一辆汽车车头被撞毁 有网友称 事发时间在11日晚上八十许 事发后 相关路段拉了很长一段警戒线 12日凌晨 高邮市应急管理局确认发生了相关事故 并表示相关原因及人员伤亡情况正在调查 记者从高邮市公安局了解到 肇事者已被警方控制 肇事原因等具体情况仍在调查